大家好 大龙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茅村汉墓 茅村汉墓是徐州牧荡群其中之一 这座汉墓平时是不开放的 如果大家来的话 一定要申请一下 或者是来这个位置来问一下 在茅村镇附近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前市 它一共是三近远路 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 古人非常迷信 代表着天地人 这座茅村汉墓 留给咱们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花像石 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我身后在我四周 全部都是花像石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前市的侧面我们看到 上面刻着西平四年四月 我们考古工作者 就是根据这上面的文字 确定了这座古墓的年代 是东汉时期的墓上 在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大龙曾经拍过洛阳的天子加六 这是一个马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是至少它是三匹马 那么三匹是谁架的呢 对不对 天子加六 诸侯加四 代夫加三 所以说它至少是大幅以上 就根据这个画像石 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墓主人呢 生前的身份和地位 好 现在咱们从左边这边进去 左边是一个灰狼 我刚才进去 我时间进来这个位置 又要我坐台 我直不起来 在这个位置呢 是整个这间旱墓的一个灰狼 但这个灰狼和我们以往去的 其他的灰狼不一样 这个灰狼是在左侧 有一个小灰狼 当时我考古专家认为这个回廊是后期呢 比如说他的妻子然后死了之后呢 然后进来一同跟他埋葬在一个后室里 叫童母童学 这只是我们考古专家的一种推测 具体这个回廊是什么用途呢 也无从考证 现在跟大王的尽头呢 咱们往里去 从这个回廊前面右转呢 就直接进入后室 现在大龙的位置啊 就是在这个毛泽尔汉墓的后室 牧主人呢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 他是谁了 但是可以确定他是东汉时期的墓葬 这种典型的这种钻石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 上面这个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都是单数 他的中间这个中室啊 以后我们看就知道是九层 后室是七层 前室是五层 现在我们做这个后室大概中间这个位置吧 这个大龙啊是邦国这个管理人员啊 这就是他的整个墓上的开水 而且有可能这个下来还是有墓的 但是我们没有进行发掘 后室与中室啊有明显不同 墙壁上啊 就没有这个幻想石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桌啊 全部都是 蒙顺结构啊 往里打进去 看这个缝隙 那还有个大龙子 而且像这种护士 尤其是牧主人 旁的位置吧 提前到这个四子卢士生 还有小窗窝 看不到 这里边全是这种龙子 这是什么龙子 上面还有一只 这个位置呢 就是宗室啊 我们看一下 整座宗室啊 全部四周天马的这种滑像石 像这种一辆千多年前啊 这种马甘 刻画的栩栩如生 它也代表着主人呢 生前的一些活动场景啊 何其高贵 这都是一些生活的状态 像这个 手大的兵器 像这个 两个人倒药 看不到 能看清啊 但是由于这种专制啊 它和这个白体汉部的 专制不太一样 你看它时间长了 有点糟粕了啊 在宗室呢 最重要的知识点来了 大家看我头顶 头顶是通向外边的 这座墓室早年被盗 那么被盗 就从这个 宗室这个位置上方进来的 以前上面都是风土 这座古墓啊 什么都不剩下了 能留给咱们的 具有一些历史意义的 研究意义的就是整座墓葬的形式 和它所有的这个滑像石 就典型的滑像石墓啊 能有这样一座墓葬的人啊 非富即贵 我左边呢 就是它的后室 那我大龙县站的位置呢 就是中室 那么前面呢 就是前室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测室 大龙县说过 在这种旱墓里边 是没有耳式存在的 为什么呀 耳式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永道和木道 两边的这个房间 我们叫做耳式 那么像这种在前室 中室后室 两边的房间呢 我们叫做测室 大家看一下 从那个门开始 那是第一个 一 这边有个小的 二 三 四 一共是四个测室 这是象征的这主人呢 生前生活的场景啊 而且呢 尤其是第三个这个测室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非常特点啊 距离放什么的啊 咱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而且像这种小测室的门 是特别特别低的 我们看 大家仔细看 呃 宗室 中间这块砖是不是 与两边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宗室上面呢 就是当时盗牧贼 进来的位置 好 那么宗室就块砖 现在我们怀疑一下地下 还有一座墓 是不是 牧羊 也已经不确定啊 因为我们没发觉 看到地下 这虫子都变散了啊 草的 这座墓里啊 到处都是虫的 能看到吗 如果是女孩来玩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来啊 这里边全部都是虫的 而且这个虫子在这个位置 呆了 已经特别潮湿 都已经变散了 这就是当年从这个位置打去的 啊 从这边打一道洞 现在都被玻璃啊 封起来了啊 猫团汉墓啊 平时是不开放的 呃 以前的盗牧贼呀 讲究望闻问气 什么意思啊 望山 问路 闻土切脉 汉墓啊 实木就空啊 好 呃 正好这边下雨了 哎呀 大龙这个视频呢 就大家拍到这里了啊 这是猫团汉墓 不是很大 但是画像石很精美 好 拜拜